让你抓奇物你怕得罪人 让你管户 京师里闹粮荒 京师八大仓的存粮都到哪儿去了 每年报这么多消耗 都消耗到哪儿去了 你是不敢查还是怕得罪人啊 好 朕把刑部也交给你 让你一下把所有人都得罪遍了 看看你这琉璃蛋怎么挡下去 总之都是奴才无能 皇上 现在国贫民困又正在打仗 皇上 奴才所额图叩见皇上 进来 自作 谢皇上 千头万须一起来 让明珠主持翊王光玉的罪 罪没一出来她倒好 自杀了 不 人不但死了 连和督府都烧成了一片白地 这让百官怎么看朕 倒像是朕把他逼死的一样 何物上的事 连个主持的人都没有了 王光玉这个苟才 死得很是时候啊 启禀皇上 奴才以为这王光玉 自认辜负圣王 货害百姓疑乱国师 无颜面君 无颜面见天下苍生 这 因此上才自尽谢君 奴才以为应该找个笔贴使 好好替他写一份谢罪的遗辙 发在公朝之上 一来 让百官敬畏 二来 让百官知道皇上有好生之德 大臣虽罪已致死 但是皇上 并没有将他立即处死 来 皇上 这儿有一份新任合渡的名单 奏致皇上